这是女大学生被执行注射死刑的法治影像 女死刑犯蛮连魂恨的换上家人送来的新衣 浑身颤抖的等待死亡来临的最后时刻 那么她究竟是谁 当年又发生了什么 视频中的女人名叫张新宇 刚刚19岁 是一名大学生 从视频中不能看出她非常年轻漂亮 即使身穿最普通的球服 也难掩出众的长相 这天是张新宇兴行的日子 一大早发警就为张新宇带来了一身干净的新衣服 那是她的家人专门为她准备的 由于不敢面对张新宇的死亡 因此她的家人都没有到场 张新宇看着新衣服满是悔恨 换好衣服后 她在两名女法警的带领下来到审讯室 法官验明正身后 宣读了张新宇的罪行以及判处结果 随后询问张新宇是否还有一言 张新宇沉思许久 似乎有很多话要说 但最终说出口的只有一句 照顾好我妹妹 法官表示会在她的情形结束后 去看望她妹妹 得到承诺后张新宇这才放心 随后法官宣布执行死刑 两名女法警押送张新宇来到行刑室 由于法医还没有准备好 因此还需要等待一会儿 张新宇在法警的指示下跪倒在地上 随后一名女法警帮她脱掉鞋子 然后让她好好反思自己的罪过 但只要一想到生命即将到达终点 张新宇就忍不住地紧张 甚至开始颤抖起来 一旁的法警很快就发现了张新宇的异常 于是上前捍卫 让她不叫紧张 好好忏悔 只要放松就会少受罪 最后又交代了一些其他的注意事项 张新宇虽然表示听懂了 但依旧忍不住地颤抖害怕 并不断地搓手 企图关节紧张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对张新宇来说 却像是过了好几年 整个过程非常健好 终于法医推着击护车出来了 而这一位者星星起降开始 法警帮她解开手铐锣链 张新宇在法警帮助下躺在床上 等她躺好之后 法警立即再次锁住她的手脚 为了防止她正查 法警们还用绳子 捆住她的脚踝和大腿 法医不断地换卫她 并拍打全身 帮助她放松紧绷的肌肉 一切就绪后 法医验明正身 开始准备注射工作 在等待注射的时间里 张新宇一直默默击倒 甚至紧张到不知所措 但时间仿佛被拉得格外漫长 好不容易等到法医准备结束 行刑才正式开始 此次执行的是脚上注射 法医先在张新宇 交上书液 然后把书液管拔开 将针管里的药物注射进去 随着药物的进入 张新宇开始不断挣扎 此时她非常痛苦 好在很快她就没了信息 法医确认她已经死亡后 还忍不住地感叹 这么漂亮的女孩 真是可惜了 那么张新宇究竟为何 会被注射死刑呢 还有就是对你注射死刑的时候 你什么都不用想 只要好好反思你的罪行 然后好好配合法医 知道吗 年轻貌美女大学生 因为谈吐享受侮辱击 被判死刑后伤心欲绝 浑身颤抖等待死亡 那么她究竟犯了什么罪 为何会落得如此下场 张新宇19岁 是名牌大学的高材生 她之所以走上犯罪之路 还得从她的家庭讲起 张新宇出生在一个农村的 一户贫苦人家 家里重男轻女的思想非常严重 即使她从小长相出众 也得不到家人的喜爱 家里人都觉得 女孩子知道是别人家的 会养得再好也没有用 但张新宇却偏偏不服输 想要摆脱真将的处境 于是她努力学习 最终凭借究极成绩 考上成立最好的大学 成了村里唯一的女大学生 原本她以为 上了大学就彻底改变了命运 然而真的来到学校 却发现大学 并没有想象中的美好 原来她的同学都是成立人 个个出身不还 车穿用度都追求最好的 而在这样盘比的环境中 张新宇逐渐产生了 强烈的自卑感 为此她不敢与任何人交往 唯恐对方发现 她出身不好 遭到大家的嘲笑 原本她以为 自己会这样默默无分地 度过大学时光 没想到竟然会有人 主动接近她 对方是个非常热情的女孩 并多次在张新宇缺险时 主动提供帮助 时间久了 张新宇渐渐地 与她发展成了 无话不谈的好闺蜜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张新宇才知道 原来对方也是个穷苦出身 她不明白 闺蜜也出身不好 为什么却能花钱大手大脚 刚开始闺蜜并不想告诉她 但架不住张新宇 软磨硬泡 最终闺蜜还是神神秘秘地 告诉了她 原来闺蜜正在校园里 做毒品买卖 得知此事后 张新宇大为震惊 但闺蜜却不以为意 并急力劝说她一起贩毒 张新宇虽然知道 贩毒是违法行为 但还是被巨大的利益 充分了头脑 经过几番挣扎后 她最终还是走上了 违法犯罪的道路 而她也从中获得了 巨大的利益 很快就从农村出来的小土妞 变成了时尚的都市女郎 并且还逐渐变得大方开朗起来 但同时她也越陷越深 最终被警方盯伤 在毒品交易时被当场抓获 此时她才泛然悔悟 但为时一晚 由于她贩卖毒品数量实在太多 最终还是被判处了死刑 考虑到她的认错态度较好 因此被批准为注射死刑 还被允许穿上 家人送来的新衣服 腰水缓缓 被注射进身体里 张新宇的生命 也渐渐开始流逝 最终不到20岁 就结束了生命 令人唏嘘不已 而类似被注射死刑的女犯人 其实还有很多 花旗少女 因为一念之差 被执行注射死刑 换上新衣服 浑身颤抖 等待死亡 而在我国被注射死刑的女犯人 竟然还有不少 她们有的罪大恶极 有的却令人唏嘘不已 其中第一个被注射死刑的女犯人 更是被人议论纷纷 她就是方小红 作为我国第一个被注射死刑的女犯人 方小红的经历 简直是一搏三折 充满邪躯 她的家境并不好 父母都是普通农民 再加上 重男轻女死刑的影响 为此方小红早早就辍学 到哥布厅上班 并且在这里 认识了小混混周某 在周某的猛烈追求下 两人很快就确认了男女关系 但周某的战友欲极强 他不允许方小红 与任何男人接触 但方小红的长相实在出众 很多男客人就是冲着他来的 因此当周某发现方小红 在歌舞厅与别人跳舞时 非常生气 冲上去就将对方打了个残尽 而他也因此被判处无期徒刑 失去周某的庇护后 方小红只能令王出路 但就运魂化程度不高 又没有疑气之长 因此没有公司 愿意给他一份工作 此时几个人贩子 找到方小红 以骗婚为由 让方小红驾到山区里 等几个月后 他们再去救他 天真的方小红信心为真 殊不知这正是人贩子的骗局 他们将方小红卖进山村后 就卷钱跑路了 方小红在山区 生活了整整三年 想逃跑却逃不掉 最终在一个好些人的帮助下 才回到了家乡 虽然他的经历有些坎坷 但好在长相不错 因此回家后 很快就就没人上门提亲 对方是个大学生 以后前途无量 两人结婚前夕 方小红再次到监狱里 看望周某 然而周某却威胁他 不许结婚 否则就让他好看 方小红非常害怕 因此只能拒绝了这转婚事 之后他的经历 更是其去不已 被大老板看伤 但对方却是有妇之妇 被抛弃后 只能草草嫁人 但丈夫不仅吃喝嫖毒 样样精通 还经常家暴 方小红忍受不了 最终离婚 再次嫁人后 很快就生下了一个女儿 但女儿出生不久 他就再次惨遭抛弃 最终为了生存 他受人蛊惑 走上了贩毒的道路 虽然获利巨大 但很快被警方定上 被抓后证据确凿 最终被判处 注射死刑 方小红的一生 可以说是非常艰难 但这并不能成为 他犯罪的理由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